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加拿大12月7日公布2024年食品价格预测报告 结果显示新的一年食品总成本将全面上涨2.5%至4.5% 肉 蔬菜和面包类涨幅最大 高达5%到7% 平均每家将要再多花700家元 加拿大第14份年度食品价格报告于周四发布 这是达尔豪斯大学 贵尔夫大学 UBC卑诗大学和萨斯科彻温大学联合发布 重点关注加拿大人如何在高通胀年代 减少支出 减少食品的数量或质量 或者采用更便宜的替代品 去年的报告预测 23年食品价格将上涨5%至7% 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准确的 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CPI通胀指数中的食品部分 在过去12个月中上涨了5.9% 今天公布的24年食品价格报告则预测 明年24年依然会全面上涨 但涨幅没那么可怕 食品总成本将上涨2.5%至4.5% 一个典型的四口之家的食品杂货费用 将增加约700加元 接近16300加元 扎勒布瓦教授表示 肉类 蔬菜以及面包烘培行业的成本 都将面临高成本的问题 蔬菜与加拿大汇率有关 这个故事已经有两三年了 由于利率和潜在的经济衰退 我们可能会看到加元走软 这将影响进口商的购买力 扎勒布瓦说 在肉类领域 由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干旱 肉类产量将会减少 由于禽流感加勤价格将会增加 今年猪肉更便宜了 虽养猪的农民少了 但供应减少 最终我们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内 猪肉价格将会上涨 虽然明年还会涨价 扎勒布瓦教授认为 这对加拿大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起码涨幅降低了 教授说 最新报告表明 24年的情况 不会像过去几年那样令人担忧 周四上午 在加拿大下一月农业委员会 关于稳定食品价格的会议上 加拿大最大的食品零售商 罗布瓦的主席 Glam表示 联邦政府今年早些时间 颁布的食品杂货行为准则 将使食品价格变得更高 而不是更低 Glam强调 罗布瓦正在努力降低 面包 牛奶 黄油和鸡肉等商品的价格 这些商品在罗布瓦商店的杂货销售中 占据了10% 他重申了此前在委员会 露面时提到的一点 即罗布瓦也没有暴力 每销售25加元只能获得一加元的利润 食品价格确实在稳定 我们预计这种趋势将继续 但我们担心杂货行业的行为准则 可能会减缓这种势头 Glam在开场陈述中告诉委员会 在Glam露面之前 沃尔玛卡纳达首席执行官 也远程出席了委员会 在被问及 他对公司对即将推出的 食品杂货行为准则的担忧时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表示 他认为他们已经在精神上通过了 与供应商保持强有力的关系 来履行这一点 对此 安大略省自由党议员问沃尔玛 还能做什么来缓解支付能力方面的挑战 我们正在进一切可能运营最紧密的业务 以便我们可以继续提供市场上最低的价格 你相信我 沃尔玛首席执行官回答道 他坚持认为加拿大的杂货市场具有竞争力 并告诉委员会该准则将增加官僚主义和业务成本 在感恩节即将来临之际 创新部长曾呼吁加拿大主要食品商 在假期前采取更多措施 稳定价格 否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可能包括正在进行中的竞争法的改革和潜在的税收措施 连日来社交平台上火爆流传着一则视频 引起网友们的强烈关注 消息显示视频拍摄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镜头中十多名的游客围着一头巨大的野生水牛不停拍照 野牛看到莫名为观的人类突然受惊发怒 不断地冲撞游客 虽然事件中外星没有人受伤 但游客距离接触野生动物的行为遭到众人的批评与质疑 还有知情人透露 围观游客中很多人都是讲中文的华人游客 视频画面中看起来也确实都为亚裔 视频拍摄者名叫做洛根·史密斯 他是一名职业摄影师 他将自己拍摄的这段视频发到了热门Instagram账号 这个账号的报道内容似乎多为那些做了比较糟糕决定的黄石公园游客 报道称 当时游客们站在离野牛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 那头野牛正在吃草 而他们则突然靠近并围观野牛 还不停地拿着手机拍摄野牛并与他们合影 然后这头野牛的尾巴就翘了起来 这明显是他开始紧张了 之后野牛停止进食 情绪越来越紧绷 头朝下迅速冲向那些围观游客 这段视频发上网后马上有一位自称目击者的游客称 当时大概有12名游客围着他 在距离很近的地方围着野牛合影拍照 不远处停着两辆旅行车 这些游客应该是搭乘这些旅行车过来的 男女 老少都有 其中一名身着红色外衣的女子 还挨着野牛不断地摆出各种pose合影 野牛受惊发怒的过程也非常突然 索性时间不长大约不到30秒 大多数网友都在谴责这些游客 认为他们近距离 围观这头重打2000磅的野生动物实在太危险了 一旦真的被野牛攻击到 后果不堪设想 也有评论者表示 很多游客都是第一次来美国 并不了解当地的环境 语言可能也存在障碍 因此公园要适时做出改变 游客应该留在车里 不能在可能存在危险的区域随意下车 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平静 但最安全的观赏方式就是留在车内 据悉 这种野牛奔跑速度非常快 可达每小时35英里 它们被称为美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哺乳动物 雄性野牛体重可达2000磅 战力高度达到6英尺 报道显示 黄石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其网站上有明确强调 故意接近野生动物是非法行为 如果游客的靠近导致了动物移动 那就意味着观赏距离太近 因马上离开 此外 公园内各处都有标牌 上面写着请勿接近野生动物 管理人员建议游客接触熊或狼等野生动物时 应保持大约90米的距离 游客靠近野牛 麋鹿和其他野生动物时 应至少保持约23米的距离 大温地区的小伙伴们要小心了 BC省警方在12月份进行酒后驾驶执法行动 全省警察机构将加强酒后驾驶执法 以确保驾驶者负责任的参与冬季假期的庆祝活动 警方从上周六晚上开始进行点亮全省行动 通过酒后驾驶检查站和加强警力 来加强酒后驾驶执法 在整个低陆平原 所有警察机构将再次共同努力设立酒驾打击检查站 来自加拿大黄家骑警和市警察局的近250名警察 从12月2日晚上8点开始 沿着1号高速公路 从弗雷泽河谷到北岸设立89个酒驾检查站 温哥华岛奥肯纳根库特尼和该省北部地区 也将进行同样的强化检查 有目击者表示 由于检查周六晚上1号高速公路的一些出口匝道被堵住了 BC省高速公路巡逻队首席警司霍利特顿表示 不清醒驾驶依然是BC省死亡的主要原因 这是需要改变的事情 只有我们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特顿称 12月2日共设置了228个检查站 检查了54986辆汽车 这导致222名司机被发现不清醒驾驶 特顿说 令人鼓舞的是 整个晚上受损司机的总体比例很低 大概0.4% 根据加拿大刑法 对不清醒驾驶的处罚包括 立即禁止驾驶24小时至90天 扣押车辆罚款和潜在指控 皇家其警表示 整个12月加强酒后驾驶执法将保持强劲 加拿大飞航安全出了大问题吗 联合国机构的一份报告草案对加拿大在飞行安全和监督方面的评级 从A加级大幅调降至C级 并且远低于大多数同行 国际民航组织的秘密审计显示 自05年以来 加拿大在飞机营运 机场和空中航行这三个安全领域急剧下滑 该联合国机构建议联邦政府建立一个系统 以确保航空公司和机场完全遵守法规 加强与危险品相关的认证 并劝保空中交通管制员得到适当的培训和疲劳管理 总部位于加州的航空咨询专家公司执行长爱莫表示 整个北美都有类似的忧虑 也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短缺 以及安全责任从政府转移至行业参与者的趋势变多 然而 曼省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普伦蒂斯 对国际民航组织的报告不太认同 他表示 加拿大的飞行安全记录不言而喻 近年来飞机事故死亡人数下降 几十年来没有发生重大商业航空公司坠机事件 郭太华在10月30日之前 对该机构的审计草案做出回应 最终报告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文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